上個禮拜五呢 美國股市算是意外大漲 為什麼說意外呢 因為原本市場上預估 美國的財報 第一季應該表現的不太好 沒想到呢 包括小摩還有富國銀行 這個打響的第一炮 都是憂鬱期 所以讓美國股市呈現大漲 所以接下來美國的財報 如何影響美國股市 這部分呢 待會這個穆華哥 會幫我做個完整分析 那我們先看一下台北股市 今天的表現 台北股市呢 今天中場大漲了七十點 佔上了一萬零八百七十點 接近到一萬零九百點 而且三大法人持續買超 再度創下了六個月的一個新高 不過呢 今天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是於台子期 台子期呢 今天最低點在九點十四分出現 那現貨呢 是在九點十六分出現 所以很明顯呢 是台子期領先往上攻 帶一棟大盤往上攻 那剛好這個禮拜三 又是這個本土期指結算 所以呢 有沒有機會結算在高漲 待會我們請圖老師幫我們做追蹤 那另外看一下亞洲股市 今天蠻有趣的 今天包括日本股市 還有韓國股市 還有香港股市 還有台北股市 其實喔 如果你去看K線呢 都是創下了一個 波段的新高喔 不過呢 反倒是大陸股市 今天全部都是有點開高走低 會不會受到這個MHCI 它這個指數轉換 要延後六個月 所以有點開高走低 那入股部分待會阿哥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圖呢 幫大家做分享 另外來看一下 今天漲停板的股票 總共高達二十四檔 二十四檔裡面呢 你仔細看這個股價 基本上呢 除了下面這三檔 是在百元以上 基本上呢 都是中低價位股票比較多 所以呢 接下來選股呢 會不會是這個低價股 比較有機會 哪一些低價股 或中低價股有機會呢 沐華哥也會幫我們做分享 另外我們看個股喔 這個全子股紅海喔 又再度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而且大漲百分之三 這呢 待會我跟這個圖老師好好討論一下 因為之前他解大盤的時候呢 有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 全子股不用擔心 那另外呢 何情況喔 今天呢來到漲停板 因為他列到5G的這個國家隊 所以5G的這個受惠族群 還是非常多 包括散熱PCB等等都有 這部分呢 圖老師在第二階段呢 一樣大家跟大家做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來看到有一檔股票 叫企基喔 企基呢是屬於這個衛星概念股 最近衛星概念股偷偷的發動喔 這商機到底有多大呢 我們請教趙立哥幫我們做分享 不過先請教圖老師喔 我們先看一下大盤的K線 圖老師之前呢 一直講一件事情喔 我先給我一下大盤的K線喔 大盤K線呢 今天最高來到10897對不對 10897呢 已經創下六個月的新高 那時候上個禮拜呢 我們跟圖老師討論說 這個T50反應喔 已經領先創下了歷史信力 那反過來代表加權指數呢 會不會創新高 他認為喔 前高會過 只是說前高過了之後呢 權指股才要小心 果然前高 前高還沒有過之前呢 權指股都還在發動 包括這個鴻海啊 今天呢 持續創下破端性喔 所以圖老師 大盤你現在怎麼看 我希望我每個禮拜來都創高 那當然跟美股有關啦 我必須講說 請各位格局看大一點喔 是 現在看這張圖 這叫道瓊指數 月線 對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敗向 我甚至認為前面高點 應該也都會過 因為以形態學來講 他走的一個極速 不只是走1比1的 我下次有空 我再把那個極劇跟各位報告一下 你說前這個歷史信高有機會突破 因為反正也剩不到1%的距離 非常有機會 那我們看那是他更明顯 他先組完一個小的底部形態 然後再過了一個長期的景線 是 我記得我在很久以前 之前我來 我有說過 我希望各位能夠用這個大的景線來算 納斯達克的1比1 那我那個那個蠻高的點 我認為還沒到啦 所以我覺得納斯達克還非常有機會 這樣算下來會不會 納斯達克會漲到1萬點 沒有我上次算是 大概是9000點左右 9000點左右 所以我一路看 那也還有一大段距離 對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再來是廢拜 那這更不用講 他達完一個大底彎以後拉高 回側景線彎以後一路不回頭 又創了歷史新高 所以很簡單嘛 你看美國的指數都創歷史新高 我們這裡當然是拉回做多啊 對 那我們接下來看台股 我準備這張圖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今天拿的是台股月線 對我現在講的都是月線 其實為什麼去年那一波的下沙 包含今年年初我一點都不害怕 你看看這個兩道景線 這個是十幾年來的大景線 那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一個大的一個收斂三角 收斂三角 在十年線之上現在在景線之上 又在上升趨勢線之上 那很多人會批評這波融資大增 所以我今天準備一個融資 近幾年融資圖 請問各位一下 1173億的時候對是3955 1262億的時候對的是7203 那這個融資是高還低 1288相對低檔 很明顯 所以我們從籌碼面看 籌碼是安定的 從技術分析來看 有三道關卡撐著 一個叫景線 一個叫十年線 一個叫做上升趨勢線 所以這個行情基本上拉回都是買 所以短線上來看的話 因為這是月線 所以短線上前高你認為會過 所以我上禮拜有留下一個伏筆 就是前高沒過之前 全資股都分了安全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禮拜 其實鴻海的那個大底部也出現 既然你都講到鴻海 鴻海我們來解一下好了 鴻海的K線來一下 我們把它拉到這邊 要縮小一點嗎 鴻海基本上 我簡單跟各位報告一下 你抓這個景線的高點 減掉這低點 你景線抓哪裡 這裡嗎 對對對 你用這個高點減掉它 再加它 再加它 因為我不是外資 我不能跟各位講 這多少錢 就是這樣子的 一比一就對了 這裡你畫一條切線 差不多 你這個高點減掉這個低點 這邊大概81 81.67 大家相減 減完之後再加81就對了 對對對 這個是你說的 因為我不能講數字出來 好 芳海突老師 這個指數跟個股 都有一些比較明確的 大膽預測 不過接下來進入到 今天的主題板 跟慕華哥來做討論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這個復仇者聯盟室裡面的 終局之戰 終局之戰 換句話說 感覺很像玩截篇 玩截篇的話 很多的大頭都會出來 那你如果要看這些大頭的話 下禮拜三一定要去看這電影 但是現在在股市上面 你又發覺很多大頭都出來了 那第一個呢 這個從上禮拜五開始的 美國財報都開始公布了 有些狀況非常的不錯 那這個財報到底會一路好下去 還是怎麼樣 但慕華哥有他的一個見解 另外現在市場也傳說 聯準會是不是要開始降息 要開始撒錢 另外川普很明顯 他接下來就要拚連任 所以對內的這一個事情 包括健保移民問題 他會特別的注重 另外呢 在外面包括美努欽也提到 這個中美貿易戰即將進尾聲 而且最近中國大陸的三月份數據 好的非常的誇張 那這個禮拜還包括台積電的法說會 還有禮拜三台子期結算 所以很多的大頭跟大事情 都在這時候發生 可是影響美股股市 最重要最重要是上個禮拜五的財報 這財報有沒有可能變成驚奇隊長 因為我們剛剛有不小心講 網路的爆雷說 驚奇隊長會把薩諾斯幹掉 那現在我們先看一下 原本市場預估 這個美國標普五百 今年第一季的這個EPS 或者說成長了 基本上呢 應該是衰退的 第二季呢 很難成長 而且影韻創下2016年來 首次的衰退 確實我們看一下 有幾個這個板塊 是比較弱 像包括金融板塊 原本應該市場預估 會衰退3.8% 可是沒想到 包括富國銀行 還有摩根大通 就所謂的小摩 小摩的淨利息收入 創下歷史新高 他的EPS也是高於市場的預計 原本大家市場預估金融 應該不太好 可是呢 小摩跟富國銀行表現非常好 當然有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沒有股市 在接近歷史新高的時候 這些投資銀行 當然是大賺的嘛 所以我們說 這個資金總是貪婪的 在股市好的時候呢 這些投資銀行一定肯定大賺 所以其他的投行 可能財報出來也會不錯 那接下來包括今天 會有美國銀行的這個財報公佈 對不起應該是高盛 10月15號是高盛 那接下來呢 美國銀行跟摩根大通 這個摩根史丹利 大摩也會公佈 這屬於這個投行的部分 其他包括做實業的 還有包括做民生消費等等 都會開始公佈 所以莫華客 要怎麼看這一次財報 對於美國股市一個激勵 好 那今年第一季美股的財報 可能是今年全年來最差的情況 所以後面有機會記記好喔 所以你覺得今年美國的景氣 第一季會落敵 這主要第一個也是激期的問題 另外呢就是去年第四季掉下來 所以說去年第四季的影響 這個一直延續到今年第一季 但後面的景氣開始漸漸有好轉的跡象 包括國際貨幣 因為不是也講了嗎 今年下半年全世界景氣 有往上升的機會啊 所以說中國大陸的經濟數據也好 最近美國的經濟數據也好 都告訴你下半年 可能的經濟的情況會比上半年來的好 所以美國企業的獲利狀況 下半年呈現這個往上升 其實並不值得意外 所以小摩的報告也好 富國銀行報告也好 所以接下來包括高盛啦 花旗啦 美國銀行大摩應該都會不錯 應該都不會 應該都會不錯 但是高盛我可能稍微保守一點 我覺得高盛可能出來的財報 貨幅數字會稍微差一點 這個當然我們明天就知道了 今天先 我們先不要去講為什麼 我覺得這幾家 可能裡面我們看比較淡一點 財報不見得會這麼亮眼的 會是高盛 那回到就是說 整個標普500的財務數字來看 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 從2017年第3Q以來 其實美國的這個上市公司的財務數字 是節節高升 對 逐季成長 成長到哪裡 成長到2018年第二季 它成長到一個 對不起 第三季成長到一個最高峰 然後呢 這個去年第四季稍微就掉下來了對不對 那今年第一季呢 就會出現比較明顯的衰退 我們剛剛講的 它衰退幅度 各位看到是4.3% 這根據Fast Z的預估 如果是達到4.3%的話呢 它將會是 在這Earning部分 就盈餘的部分呢 它會是這個2016年第二Q以來 最大的一個 年減幅度 因為2016年第二季來是3.2% 所以說呢 這樣子的這個盈利的衰退呢 當然會使得市場擔心股市會被掉下來 可是你看到股市也沒掉 貓哥 因為後面有預估數字對不對 對 你可以看到 灰色是預估的嘛 這個是預估的 對 第一季就是最低的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 後面會呈現節節高升的狀況 所以一路會往上升 那當然這是一個 為什麼最近股市掉不下來的原因 好 那回到這幾張圖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要講說 台股現在接下來選股密碼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講完美股 美股大家覺得美股跟我有什麼關係 回到我們還是要 回到台股的選股 美股跟台股有一定的邏輯關係嘛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不是講了嗎 有幾個產業 今年第一季的財務 這個數字啊 反而會是比較好的 什麼產業呢 反而是去年比較差的產業 去年比較差的 今年反而會比較好 對 去年比較好的 今年會比較差 為什麼 基期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去年 Energy這麼好 能源產業你看這麼好 對 那所以能源為什麼會衰退20% 因為基期的關係 是 然後呢 包括像是 通信息產業 去年的這個 第一季的表現 去年第四季到第一季表現也很好 所以說它現在會比較差 那反而比較差的是什麼呢 公用事業 包括Healthcare 還有就是 Real Estate 房地產 這個三個產業 所以大家現在要顛倒過來 怎麼樣顛倒過來 原本好的可能會變不好 對 原本不好的 反而變成有機會 對 台股現在也走這個味道 等一下大家舉個例子 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剛才 其實在開場的時候 已經把這個 台股的選股密碼 講了一半了 是 這個我們看到 今天強勢股的族群 是哪一些 那另外可以看到 這個S&P500企業 從2010年 這是很長的 從2011年到2019年 它的盈利增長 跟它的營收增長 其實呢 在2014年之前 你可以看到 它全部都是盈利跟營收增長 2015年遇到 那個歐債風暴 是 出現了衰退的狀況 2016年就開始恢復正增長 其實呢 進入到現在目前的狀況 2019年 整體而言 你可以看到它的增長的幅度跟壓力 也的確是出現 這個也說明了 目前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現在漲勢的重心在資金面 其實不是在基本面 對 資金它觸擁了這個 股價的上升的動能 其實是比較強的 這一波段 你沒有賺到錢的人 很簡單 就是你看基本面 看得太用力 對 但是你忽略了 資金狂潮還在 沒錯 所以說有時候我們在 看這個股市上漲的時候 要用從不同的面向來看 好 那回到就是說 整個大盤的角度來看 我聽大家一個 這個指數非常重要 VIX 這個VIX 恐慌指標 美國的CBOE 公佈出來的這個指數 你可以看到上週五 已經跌破12了 12啊 對 跌破12 這到半年來的低點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它已經完完全全度過 去年第四季的大波動了 回到去年第三季 以前的整個漲升的情況 那大根你可以把這個美國股市 去年一年的K線調出來看 那這個 好 我們再稍微放大一點 去年一整年 各位可以看到 去年第四季是不是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波動 就是這一波 對 那去年第四季前的這樣子一個平穩的狀況呢 我們可以再縮小一點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路平穩的漲升 對不對 所以說 後面美國股市非常有可能它會是一個平穩的漲升 也就是 你都複製這一段嗎 對 也就是說呢 它去突破去年十月的高點 我認為是應該百分百了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疑慮了 對應該沒有太大疑慮 那接下來台股我們就要回到說 那既然是這樣的行情的話 你現在要上車的話 你要選什麼股票 對 那你剛剛不是講了嗎 今天所有漲停板 高價股很少 很少 一百元以上的股票 這個只有三檔 只有三檔 沒有兩百塊以上的股票 漲停的都是什麼股票呢 都是八塊 十塊 二十塊的股票 沒錯 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小型 不是就是代表低價股 低價股開始有輪動到這一波要上漲 有資金往這邊跑 對 那你想看呢 這股票為什麼會低價 基本面會稍微差一點 沒錯 基本面稍微差一點低價 那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他已經是壓不住了 他已經是出現了最後一波 他已經出現了 這些基本面好高價股都漲完 他要出現 他要漲升的一個態勢 所以你可以看到彩晶 彩晶為什麼出現 這麼明顯的一個連續的拉伸的情況 因為他有師兄在前面 他同集團的師兄是誰 華興利外集團裡面的 對啊 最近漲 大概就把它點出來了 你看到核心有沒有 是不是也是低價股 是不是也壓不住了 出現兩個波段 你看這麼大的漲幅 他已經漲了50%啦 對 超過五成的一個漲幅了 如果從這個低檔來算的話 已經超過五成的漲幅 好那既然師兄領路了 那同集團的彩晶 他怎麼會寂寞呢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上週五彩晶就爆出五萬張的大量 今天繼續直接開盤沒多久就拉到漲幅了 今天漲停所額快兩萬張 對啊 所以說 彩晶是一個很標準的 就是低價股開始在動了 另外 就剛剛不談到那什麼衛星體材嗎 對 談到了5G體材嗎 那又有衛星體材 還有5G體材 這麼多體材下面呢 那這一些相關的中低價股就會 就會走高了 譬如說你講一檔5G 標準的5G 極優生 智邦 345 你看到智邦的股價 今天不漲反跌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拉了一個很大的波段 而且他屬於比較中高價股 好那今天就動什麼 就動核心控 對 3704 核心控 你不要講要加入國家 對嗎 事實上 他相對 他是一個中低價的5G概念股 所以核心控就往上拉上來了 所以這個觀念就很清楚 所以就是高價股 只要現在不動的話 雖然指數會慢慢漲 但是高價股不動的話 中低價的機會非常非常大 沒錯 為什麼高價股不動呢 你看到 大力光 我們看到股狼 大力光壓在這個地方嘛 外資一直在賣 停在這裡 外資一直在調節大力光 大力光上不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翔碩 像是 像是這個 金側 你看翔碩已經壓下一大波了 有沒有 非常明顯壓下一大波 那你看到金側 金側 拉一波之後呢 上個禮拜連跌四天 今天當然拉了一下 但如果你上個禮拜 去追這個金側 漲到高點的 你相對損失蠻大的 只是金側有他個別的題材 待會兒趙立哥會幫大家做一些分析 金側今天拉上來是因為他有題材 對 不然的話金側今天股價應該不會這麼強 他算是 然後5274的信滑 信滑也是啊 信滑你看到他也是壓下來 所以高價股都在拉 那高價股再往下壓 大力光壓著不動的情況之下 資金順勢轉進這種落後補漲的 中小這個低價股 就比較是很符合邏輯 就跟我們剛剛前面講 美股的一樣 激期的問題 對 好 非常謝謝木華哥 木華哥今天講得非常清楚 接下來呢 這個選股 可能資金會從高價股轉向中低價 所以同一個族群 或同一個產業 同樣的題材 你看好 可能中低價的機會會比較大